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述军歌故事传递军歌力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爱唱军歌》 首先隆重介绍到场的四位军歌 推广大师 著名军旅剧作家 磁作家 王小林老师 欢迎您 著名军旅歌唱家 颜维文老师 欢迎您 著名相声编艺术家 牛群老师 著名歌唱家 白雪老师 欢迎各位 同时也掌声欢迎 来自我们《我爱唱军歌》合唱团的 所有的朋友们 《我爱唱军歌》 《军歌》大加抗 军人爱唱军歌 普通百姓也喜欢唱军歌 战士们唱军歌 唱出的是军人的战斗豪情 普通百姓唱军歌 同样也能够唱出精气神 军歌以它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给人以积极向上昂扬奋进的强大力量 我想这就是军歌的特殊魅力所在 今天我们的主题词就是魅力 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 第一位军歌传唱者登场 两位老师好 你好 我是军歌传唱者 我叫马紫玉 我是他的哥哥叫马紫玥 欢迎二位 马紫玉老师和马紫玥老师 是兄弟两个 都是我国著名的南低音歌唱家 他还有一个大哥 也是南低音歌唱家 这三个宝啊 堪称国宝级了吧 南低音歌唱演员很少的 结果都出在你们马家了 谢谢 谢谢 那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战斗进行曲 请开始你们的演唱 我操好了三八枪 我子弹上了堂 我背上了子弹 大呀 心眼里只发痒 我狂声了手流荡 给万军的好干粮 我刺刀拔出了桥呀 刀人闪闪亮 别看这武器好 升铁碰上了钢 我撩队一个 俘虏一个 撩队一个 俘虏一个 撩队一个 俘虏一个 脚上的极致 撩阻墨墨墙 我分拥有荡仙 只动就到东方 我手流荡开了花 呀 勇敢的包围上 我低行力用着好 我动作正快当 我一点分刀跟前 呀 叫它们四刀场 别看这武器好 升铁碰上了钢 我撩队一个 俘虏一个 撩队一个 俘虏一个 脚上的极致别过枪 我撩队一个 俘虏一个 撩队一个 俘虏一个 脚上的极致别过枪 还第一次听到我们兄弟二人 同唱一首《战斗进行曲》 《战斗进行曲》呢 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军歌 诞生于解放战争年代 这个唱出了我们军人的一种豪情 当时是应该说是那个 在解放军的这种整个 全解放战争中吧 这首歌都发生了非常大的作用 一直唱到了解放后 唱到了今天 每当唱到《战斗进行曲》 我们都想起这个 弘扬军队的战斗精神 包括在改革强军的路上 继续弘扬我们的战斗精神 好 谢谢你们二位 谢谢 谢谢 实际上我知道 马子月老师呢 他唱很多军歌 但是最荣抱他骨子里的 骨髓里的就是长征祖歌 我是从1965年 《长征祖歌》的首唱者 清理了这部作品 50年的经过 演唱过1000多场 我呢 后来在小领团长的 支持和指导下 就搞《长征祖歌》的收藏 和整理工作 我收集的资料 如果说 唱过50年《长征祖歌》的人 把你们的资料都放在一起 如果是100的话 我一个人占85% 还要多 我现在也写了几本书 这几本书呢 也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像我爱我的《长征我的歌》 80年《长征50年的歌》 和怎样排演《长征祖歌》 可能我这一辈子 唱了这么一首歌 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 这一首歌 就伴随了我的一生 这个马紫月老师的家 就像一个服务馆一样 到处摆的都是有关 《长征祖歌》的所有的东西 随便拿一件东西 就够你做一个转题的 全是文物 全是历史 全是故事 谢谢您 那马紫月老师呢 您是怎么跟军队结缘 或者是跟军歌结缘的呢 这个还是从我的家族说起 因为从小呢 还是受我哥哥的影响 马紫月的影响最大 因为她是1964年入伍 在我幼小的心灵当中 我都觉得穿上军装 原来是那么帅 从那时候我就萌生了 要当兵的念头 走上音乐道路 是受哥哥们影响 那时候呢 就是用手摇唱机 买几张塑料唱片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下班以后呢 在马路边上 听有象广播 听这个胡宝山老师唱的 《无碍者蓝色的海洋》 也是通过这些军歌 使我有机会 到了部队 借这个军歌的魅力吧 就是引领我在部队里边 得到了锤炼 对马紫月老师呢 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因为我从调书总装 歌舞团那天起 我们就一直在一起工作 在我们所卫兵服务的过程中 每一次 马紫月老师一次都没有落过 每一次都去 而且在我们的眼睛中 他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 他一直是踏踏实实的 这么多年 就是在卫兵服务的过程中 一点一点地 把自己的最美好的声音 传给我们的战士 传递给我们的战士 也抱一个小料 这个 我晋总装歌舞团 是马紫月老师考的我 对 我被调书总装歌舞团 就是他的功劳 谢谢 不至于 不至于 今天也特别幸福 第一次听到马哥和这个 马哥的歌 一起在这个台上合作演唱 终于听到了传说中的 什么叫低音炮 什么叫千军万马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 之前只听到你一个人唱 真的很高兴 谢谢 您在基层唱什么歌呢 给战友们 我唱的最多的时候就是 因为男低音的曲目受限制嘛 唱的比较多的是陀灵 特别是当老兵走的时候 要唱陀灵 实际上 实际上 你说的是局限性很大 其实你看 班长拉琴我唱歌 真是乐死人 那就多了 但是你说陀灵 如果大家想听陀灵的话 我们用掌声 请他 陀灵本不是军歌 因为我们军人爱唱这首歌 也就成了我们的军歌 我们军人往往不跟他叫陀灵 就叫送战友 好 对 我想在座的 因为也都是好多事 咱们歌唱家 能跟我们一起来演唱 这首陀灵更好 同人一首歌 里面青这首歌 包括家乃湖 打 intermediate 唱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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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边响起脱颖声 如茫茫 如茫茫 革命生涯常分手 一样分别两样亲 常有啊 赶勇 亲爱的弟兄 带到春风传家鞋 我们再相逢 再相逢 谢谢 谢谢两位 特别高兴你们能够来到外唱军歌 谢谢您 谢谢 他们兄弟俩用南低音来演唱 战斗进行曲 应该说非常的有个性 也非常的有传统力 讲述军歌故事 传递军歌力量 这里是我爱唱军歌 在1945年的9月20号 新华社向全世界 发布了一条消息 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航空兵部队 在海南岛的上空 击落了一架美军战斗机 活捉了美军飞行员 这是我军空战史上的一次典型战例 同时也创造了世界空战史的奇迹 那么击落这架美军战斗机的是谁呢 他就是海军航空兵的大队长高翔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来了老英雄 高翔老人 有请高翔前辈 高翔前辈 专高老招招手大家 亲爱的战友们 朋友们 我爱你们 我再跟您说 他们都是您的粉丝 是不是 是 您当年 那么伟大的一个壮举 干得那么漂亮的那一仗 我们非常想听一听当时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把那架飞机打下来的 因为我知道 美军那个战斗机是F104C 很先进 您那飞机是歼6 飞不过它 打不过它 您怎么把它打下来的 当时您刚刚接到命令的时候 您在哪儿 就在机场待命 咱来一块讲这故事吧 要不然 好 我慢点说 在1965年的9月20号那一天 对 上午 上午 您正在机场待命 有报告说 一架美军战斗机侵犯了我 海南岛上空 两架 两架 然后 命令您立即出击 把它 打下来 战斗起飞 我的敌情来了吗 敌情来了 战斗起飞 预报是两架鬼怪事 实际上打的是F104 当时预报还错了 然后您就赶紧驾驶着您的战鹰 和您的辽机一起飞上蓝天 然后离敌机越来越近 这时候 飞行的过程当中 您的飞机状况怎么样 我的飞机不太理想 哪儿不理想 我一起飞就出故障 一离路左边这个发动 两台发动机前六 左发动机那个红灯亮的 那个指指指灵的 那您得向塔台报告吧 这我一报告塔台 那他要说 那你回来吧 那总不能带故障打仗吧 所以我没报告 是不是误出误机率 不是 根据我的时候 都飞了十年了差不多 飞机工作 发动机生心的各方面都正常 被判断肯定没问题 所以我都没报告 可是您的飞机 航速好像不如人家那个 那差远了 速度差的 不能说差一倍吧 接近 高度差不多一倍 装备呢 人家机上有雷达 咱们靠地面雷达 人家靠雷达发现 我们靠两个 事实研究发现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您怎么解决 那装备上它 差的太远了 绝对得是 战胜最优势敌人 所以我这一场打 就表现在这里 绝对劣势 战胜最优势敌人 那您是怎么解决的 您那时速的 那飞机的速度 怎么解决 他没发现我 我这说着严重一点 我抓了个老大傻子 他就考虑到 比如说我这飞机 我这飞机到中国来 你说中国有什么飞机 能对付我吗 所谓的马匹大义 性能也没发挥出来 我这已经充分发挥出来了 在接近的时候呢 这指挥手还掌握 50公里以内 就可以偷付一箱的 我一听说 通报50公里 我就偷了 偷了是不轻装的吗 轻装上阵 是吗 咱俩打仗 你说我背个包袱 你没有包袱 我脱了衣服一看 轻装的嘛 是吧 通报这两家 我一看就是一家 一家那一家 到哪儿长毛去呢 仔细看一看没有 我先把你干掉再说吧 我后边还有个撩鸡呢 他如果偷袭的话 我撩鸡也不是吃干饭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放心你 先把这个干掉再说吧 结果实际上 他俩后来掉队了 他是掉队过来的 您呢 当时开炮的距离呢 非常的近 我一瞄上他以后 距离正好1000米 有效射程 对 开炮 完了 太远了 打不着 1000米是最远的 有效射程 我一打的这个炮弹 如果弄不好了 碰上一发两发的 不打中要害 不顶用 所以我近一点 一打的炮弹 这一下子一说 中它几发 就解决问题 所以高老他没有开炮 1000米有效射程的时候 没有开炮 继续往前追 追到多少米的时候呢 290米我开炮 一打到39米脱离 这一开炮 这一瞬间 我的考虑肯定撞了 百分之百撞了 上得太快了 为什么呢 我做了做功课 高老开的这个飞机的 时速是1200公里 也就是说一小时 1200公里 它到291米的时候 开始开炮 还往前追 开炮 脱离的时候 这时候是39米 也就是说瞬间 如果他没有把那架飞机打下 百分之百就要撞 也就是说高老 当时他下了一个 打不下来他 我就要撞死你的决心 您当时真的 当时毛主席叫到我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这不解决问题 我就 事后检查了 打那个炮弹 它那个飞机爆炸的碎片 碎片 崩到我飞机 51个东 说是进去道里面 发动机 把两台发动机 都给我报废 我一脱离子 我这一拉下来 就全力赴了 我撞死 我撞不死 怎么办 我就活过来了 我这一拉下来以后 我就喊了一句 打掉了 接着我压迫都一看 六十多度角度 后边拉着黑烟 掉了 敢接着我就 一改评 看看我的飞机 两台发动机 有一台挺车了 我就关了 另一台我的判断 肯定也不行 所以我就把这一台 油门最大转数 一万二千三百转 我很游和收到一万二千转 一直没动 一直到落地 还创造一个单法落地 更为传奇的是 这个高楼打下的那架 美军战斗机 那个飞行员叫 菲利普史密斯 二十四年之后 这个时候呢 中美已经建交了 这个史密斯 这时候也五十岁了 来到了中国 提出一个条件 我要见 把我的飞机打下的 那位飞行员 在哪儿见的 在上海 在上海 西医空中是对手 如今上海 一卧成朋友了 那是记录历史的瞬间啊 您看那时候 刚刚老多精神 还西装 西装革履 后来你们在一块呢 吃了顿饭 还喝了点酒 然后您在饭桌上 跟他说什么来着 饭桌 我说你在中国 躲了七年监狱 你学会什么中国话的 他说我学会了一句 干杯 还是痛 我一听说干杯 我说你打仗打不过我 你喝酒更不是对手 这就是英雄 这就是英雄的豪情 他不仅有胆识 打起仗来不要命 但人这么可爱 这么幽默 这么松弛 这就是我们英雄 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老前辈 老英雄 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非常幽默 那么接地气的一个老英雄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个 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一个老英雄 我觉得现在今天这个社会 我们非常欣慰的是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雄烈士保护法实行了 表明我们捍卫英雄烈士的 鲜明的一个价值导向 我们所有的年轻的军人 应该向我们的老军人致敬 向我们的老英雄致敬 永远把他们的这种精神 永远传递下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学习这种精神 向您致敬 向老英雄致敬 这种这样的战斗精神 我们现在听起来真是心跳起伏 真万分的感动 就是什么样的战斗精神 什么样的这种思想和情怀 将来可能就要能打出 什么样的仗来 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后一代 都是一种永远的教育 也是一种永远的启迪和启示 我们一定像我们当年的 歼6飞机精神一样 驾驶着今天的苏30 歼20 继续走我们的强军之路 强国之梦 向您致敬 您能飞上天 还能击落比您那个飞机 还要先进的这个飞机 这还不算还能活捉俘虏 您就是我们心中英雄 永远的英雄 永远向英雄致敬 不敢 不敢 今天听了高老您的故事 我觉得你在我们心中 已经是一个最完美的男人 我爱你 你们都是我的偶像 您是我的偶像 谢谢高老 谢谢 今天您站在这儿 您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偶像 刚才严老师说了 就是5月1号正式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列保护法 就是要让所有的 社会上所有的人 特别是孩子们 我们的后代们 崇尚英雄 捍卫英雄 学习英雄 传承英雄精神 向您致敬 向您学习 高老有很多爱好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爱唱歌吗 爱唱歌吗 高老您听着爱唱歌吗 爱唱歌 太棒了 我能跟您合唱吗 高老唱歌特别有意思 一个歌接着一个歌唱 第一歌没唱完就唱第二歌 所以估计你跟不上 给他们来 来一段吧 来一段 好 飞翔 飞翔 我们只有的飞翔 我们在诸国的天空 只有的飞翔 诸国的天空 从来没有这样的晴朗 诸国的大地 到处是红旗飘扬 飞翔 飞翔 我们只有的飞翔 我们在诸国的天空 只有的飞翔 诸国的 这是重复的 毛主席命令 我们消灭产地 共固国防 我们是隐秘的空军 无比英勇奸将 高老好棒 好棒 那高老 您刚才唱那歌 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的铁影 您还喜欢什么歌吧 我爱祖国的蓝天 您看那儿 有好多小朋友 我们请那些小朋友来 专门为您演唱那首 我爱祖国的蓝天 您说好吗 好吗 小朋友们好 来 上来 好乖 快上来 有请金钟奖获得者 于海洋 和我们蓝天幼园的小朋友们 一起来演唱这首 我爱祖国的蓝天 我爱祖国的蓝天 亲口万里遥药 爱不过蓝天 爱不过蓝天 亲口万里遥药 也有好东天 爱不过蓝天 亲口万里遥药 真是东的蓝天 亲口万里遥药 爱不过蓝天 风光灿烂 白云为我扑打倒 东风送我飞向前 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 脚下是一片金绣河山 啊 水并爱大汗 起离并爱草人 遥温飞行人爱神我 我爱 祝福的蓝天 这观众给我的鼓太大了 给我增加了无穷的力量 跟着习主席费勇前进 今天能和战斗英雄 这么零距离的这种接触 他是那么的完美 向高博学习 向所有的英雄 谢谢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军歌传唱者上场 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们 各位战友们 大家好 我是退伍战士歌手阿震 今天我送给大家一首冰心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阿震来自山东的小伙儿 在武警当了三年兵 对 后来退伍了 因为爱唱军歌 爱写军歌 已经发行了军歌八十多首 是的 那我也听说你呢 也是退伍之后 还是不断的到军营去 为我们的战士唱歌 为战友们写歌 是的 退伍以来呢 我一直坚持 为咱们的战友们义务送歌 因为我喜欢唱军歌 喜欢写军歌 冰心这首歌 也是我自己创作的一首歌 我能感受得出来 这部队的 虽然短短的三年的生活方式 却伴随着你至今 你应该没有改变 太多的生活方式 一直以军队的状态 在面对自己的生活 对吧 锻炼 是的 是的 对 包括起居 应该是这样 虽然退伍这么多年了 但是呢 我总感觉 我还是一名战士 我还是一名脱下军装的兵 所以你才能够写出这么多 关于部队的歌曲 才能用这份情感写出来 我知道你去部队演了很多演出 我想问一下 你演了多少场 而且在每场演出 应该也行军了很多的路程 对吧 到现在呢 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 我总共为500多个单位 战友们慰问颂歌 到现在我祖国的路程呢 有15万多公里 为咱们全军20多万官兵 现场慰问 最远到哪儿啊 最远 我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从北京出发 我背着一把吉他 沿着咱们祖国的边防线 海防线 绕行一圈 义务送个130多场 确实让我非常感动啊 这个一个人20多年来 这个一直坚持传唱军歌 这个就像当年的红军长征一样 实际上你是一个军歌传唱的 新的长征路 谢谢你啊 好 谢谢老师 我们说说言为新生 歌为新生 因为他心地非常近 他真的是去想去用他自己的行动 去为我们的战友做点工作 所以你看 刚才听他这种冰心这个歌 并没有更多的技巧 从神远发声方法等等 他还有什么 但是他用的是最真诚的一种情感 来演唱他这样的作品 我觉得非常的不易 向你学习也向你致敬 你有一颗永远不变的冰心 你有冰的情怀 带着你的冰歌行程二十多万公里 去慰慰我们的士兵 为他们鼓舞士气 所以呢 你是当之无愧的 优秀的军歌传唱者 向你表示致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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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朋友们 军歌既可以温暖冰心 又可以鼓舞士气 我觉得为在我们唱军歌 特别的有意义 我要坚持下去 好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军歌传唱者上场 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们是中国武警男生合唱团 我们带来的曲目是 九位大声唱团 九位大声唱 九位大声唱 柏小 caus ,三よろしく 九位大声唱 一恩 你说,遇见一定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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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道你们有很多很棒的军歌的 也叫代表座吧 今天到这来再为我们演唱一首军歌吧 那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 我们的保留曲目《打把归来》 演唱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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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武警男神合唱团 是我国唯一的一支军理专业男神合唱团 他唱出了一种气势磅礴 同时又能动人心怀 我爱唱军歌 强军添力量 我爱唱军歌这个栏目啊 更多的人喜欢军歌 传唱军歌 爱军歌 맞歌 让一启歌 分羞歌